近月樓市处于疲弱状态 楼价向下调整 市场开始关注银行向客人Colone情况会增加 Colone指银行主动向借款人要求全数称还贷款 约无力还款 银行便会安排出售物业以底上有关贷款金额 借款人通常最不想遇到的就是被Colone 有些人误以为当楼价下跌引致负资产 银行便会担心抵押品价值低于欠款而Colone 预示者当楼价下跌于一成 新造九成案揭用家岂不存备银行Colone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导致银行采取Colone行动 银行放贷为了赚取利息 若借款人持续按时供留 银行亦如期收到供款及利息 基本上银行不会无故Colone Colone较常涉及的原因 与违反案揭条款有关 最常见的是借款人断供 尤其当借款人已连续数月断供 以致银行认为借款人已无力偿还贷款 为了尽快避免或减少坏账损失 银行便会决定Colone 若借款人持续性延迟供款亦会触动银行警觉而去接触借款人 或会要求借款人重新提供还款证明 如发现借款人的入息水平下降至还款能力已不足 便会要求增加担保人 若借款人不能合作亦未能与银行达成解决方案 最终可能引致被割量 另外亦涉及违反案揭条款而引发之问题 例如是私自在美德银行同意下 将物业加案或增加二案甚至多重物业贷款 案揭条款一般定名借款人不可擅置将物业再进行抵押贷款 以免对银行增加贷款风险 自2017年2月起 土地注册署已推出电子提示服务 当有物业、在家案又或二案的文件送交土地注册署办理注册登记时 处方会向有关手案银行及业主发出电子提示信息 故此银行数年前起已要求业主再申请案揭示 亦需同意选用者项电子提示服务 若不同意会引致银行上调息率 或降低案揭成数 亦有银行拒绝接纳案揭申请 换言之 除非有关依据物业的贷款并非真正抵押性质 而没有记录在土地注册处 否则若借款人进行议案 便有机会被银行发现 银行或会要求借款人立刻清还意案 及纠正问题 若未能达成方案 严重后果或引致被扩量 下期再续 下期再续 2102 2102 2103 2103 5105 6105